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为什么选择node.js 这个选择不仅仅是说webm为什么选择node.js 而是讲我们团队为什么选择node.js 就是大方向上为什么选择这个东西来做这种设计端的开发 首先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它维护成本比较低 第一个就是学习成本低 因为大家都是前端开发 你对js语言的优势 根本就不用学 因为精通的话 这样的人大把存在 谁不精通js来做成本开发 对吧 这样的人一个组里面全部是精通js语言的 其实你的学习成本只是在说 你怎么去理解server端的请求 怎么去理解server的工作模式 server的响应模式 这样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是工作沟通成本低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当一个业务由a转到b的时候 它其实不需要a给b做过多的工作交跌 这是最明显的 如果你用a转去写这个东西的话 你把工作要交接给他 必须你要交接给一个会有a转的人 或者说你要告诉他 你里边使用了什么样的优化技巧 至少要形成文章去交接给他 这个是nodejs的优点 第三个是可以直接附用cds模块 就是说我们在浏览器段写了一些模块 用逻辑我们可以直接放到12段去用 就是说一份逻辑只维护一个技法 集中维护 不用说现在我前台模板 后台模板有两套前台模板是GS的 后台模板是PEP或者是Java的 我现在需求变更变了 前面要改一遍 后面要改一遍 不用了 我们现在只需要改一个模板就可以 第二个理由是快速开发原型 就是我们的技术肯定来源于产品的需求 产品提一个新的需求 node这边可以快速地享用 这个就是最大的优点 如果你用cdc去享用它的产品 可能你憋一个月才憋出一个原型 可能产品已经生气了 第二个是混搭server快速给出解决方案 就是说产品有人会提出一些比较怪异的问题 你们可能会这样有可能变态 用一个语言没办法实现 但是我们用nodejs 可以把一些有的进程 调度它的进程 调用它的服务 轻松地组合成一个很有用的server 这样来快速给出解决方案 第三个是可编程的反向代理 上一位演讲者已经充分讲了这一点 比如说他们又转摆server的反向代理 而我们是用来做那个hp的反向代理 并且在可编程上 nodejs这种服务器 它只是一个精彩文件的反向代理 你想在里边去加一些你的编程逻辑是很困难的 你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nodejs的配置文件 但是配置文件的灵活性是有限的 你不可能把你的编程的思想 东西去动态改造配置文件 对不对 但是nodejs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做很多编程的工作 而且它的性能和nodejs的反向代理性能 几乎是一个级别 第四个就是它是一个准备就绪的异步色的 像这些做pvp开发的 还有做加化开发基于多层层的 其实他们一直在模拟一种异步 异步的响应模式 但是对node来说我本身就是异步的 你根本不用管理 我什么都是异步的 最后一个理由就是它的性能比较出动 第一个就是轻松解决一下C10k这样的并发问题 因为在互联网之前 前几年C10k应该是一个大家都头疼的问题 一台服务器怎么想要10k以上的并发请求 刚才看到那边的并发已经达到七八万 我们这边的并发其实也上了十几万 其实解决这样的问题是很简单 但是你用pvp或者用加化去 带着业务解决C10k的问题 可能还是有点吃力 第二是v8的执行JS的速度比较变态 它这个已经在Chrome浏览器里正式 它的速度基本上比其他浏览器都要快一些 然后第三个是业务相关 就是我们现在一共用了五台C设备 就五台服务器支撑了我们朋友网所有的外班 朋友网的pv一天的pv已经上千万 就是说一个几千万的一个网站 五台服务器就可以用来支撑它的常年跌幅 基本上同时在线也就在60万左右 就是说这一秒其实有60万个人呆在你这个网站上 第四个就是它的变化能力和执行速度 都和Alang非常接近 我们之前这个外班是用Alang做的 最后上了100nodeJS的 两个有数据对比 对比发现之后 这两个数据就差不多在一个级别 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说大团队的考虑 就是说像腾讯这么大的企业 像客户空间还有分网这边 开发团队都是非常 人是非常多的 不是说单单作战 一个小团队可能就十几个人 一个项目可能就好几个团队一起来做 就是说为什么选择LodeJS 就是说首先虽然LodeJS不是性能最好的 但它其实已经满足这种业务变态的需要 比如说你比较变态的场景 或者海量服务这样的场景 其实用它来说已经可以满足 还有对大团队来说 就是说更看重的是稳定性 你这个服务的稳定性维护成本 还有就是你对需求变工的想象速度 因为互联网这个行业变得是非常快的 不可能可以变 它今天期这个需求明天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需求 你怎么快速的把这个变过去 如果你用新加写 你可能告诉产品 我这个开发要一个月 那你这个永远是delay的状态 你的项目永远delay 永远delay 永远delay下去 打一个比较好的比喻吧 就是说现在我们回到那个长连接的话题上 就是说外部M会用到一个长连接 无计推送消息这样的通道 如果我们把长连接比作是 切西瓜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来看其他语言会是什么 首先nodejs就是菜刀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大家前端看它一年四季 都是在浏览器里写js 就相当于菜刀一年四季 都是在切菜 对吧 到了夏天西瓜多了 我们也拿它来切西瓜 也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个alounce是什么 alounce西瓜刀 它能干什么 就是专门切西瓜 而且西瓜速度也很快 高冰发的 但是有一个缺点是什么 一年四季可能只有夏天西瓜多一点 其他级别西瓜少一点 所以菜刀呢 就容易生锈 除非你懂得怎么去保养它 才能保持 第二年的时候 这个西瓜刀 还是可以很方便地去切菜 否则第二年西瓜刀生锈 你要去抹这个刀 对不对 这个就是 反正的维护成本比较高 这个也很形象 对吧 西瓜加和西语言呢 什么都能干 如果你是个西瓜加的高手 你可以写出很厉害的程序 来解决这种特定业务下的并发能力 还有太大的业务逻辑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家比作这个图龙刀 也就是说 你要驾驭这个图龙刀的话 你要需要非常高超的内功 而且你拿这个东西去做长连接 其实切的不是西瓜是技术 拼的是技术 对吧 还有就是加瓦和这个PUP这种程序 我们把它比作这个刮后的刀片 用途非常广 而且非常锋利 但是拿这个东西来切 这些企迹比它大很多倍的西瓜 显得有一些有心无力这样的感觉 虽然可以切得动 但是你的并发上不去 对吧 你的体积太小了 你需要堆很多服务器去支撑 这样的长连接服务 OK 接下来我们讲这个架构方面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长连接 我们拿它用来干嘛 第一个是统计用户的在线时常 在没有聊天之下 我们就上了长连接 主要是用来统计每一个用户 在网站上呆多少秒 然后第二个是上了聊天之后 我们用它来支撑这个外部iPhone 最后还会支撑其他的推充 就是说网站上需要实施推充的东西 都会经过这个服务来推充 连接速度 这是最关心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单开并化能支撑多少连接速度 我们现在C1的设备在通讯是标准的 就是外部服务器 它是一个88G的服务器 单个服务器 基本上带着业务可以支撑到 13万个传业别这样的状态 理论峰值是可以达到50万 这个是怎么算出来 是在不在业务或者说业务比较轻的时候 看它的CPU占用率只到了25% 所以把CPU撑到100%的话 基本上可以乘个4 给13乘个4 基本上理论是可以到50万这样的级别 而且在到50万的时候 它内存还是可以的 没有超过服务器的内存 下面这个曲线图是一个13万的样子 是一个服务器监控截图 下面这张图就是我们长连别的核心的架构图 就是怎么去写一个单单图 你能支撑13万连接 我们一部分都能看 首先看左上角和中间这个 中间这一块就是复进程 其实只有一个就是MASTER 它负责来启动所有的紫进程 左上角这一个是一个处理HTP请求的 也就是说直接和浏览器打交道的一个进程组 它是进程组不是一个 我们现在是起了六个 分别起在不同的端口上起六个 所以13万个连接 其实分到六个进程上 每个进程其实就2万 所以你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 如何让一个进程支持2万 至少2万的频化就可以了 而不是说让一个进程去支撑13万 一个进程支持13万还是比较恐怖的 所以一个进程支持2万还是很容易优化到这个级别的 它做的事情就是说去做长连接的一些合体 然后它会把一些上下线的通知一个用户 用户经过前端的路由之后 会把一个用户固定在一个进程上 这样这个进程就有能力去在这个 它自己的内存当中维护这个用户的在线状态 然后它会把在线状态一些 还有其他一些统集机上报给附近程 附近程在这里做一个汇总 然后左下角这里也是一个进程组 我们现在是起了10个 用来处理高并发的这种设计下发 设计下发来自内部系统 就是为内部系统提供一个接收消息的接口 你把消息丢给我 我把消息负责传递到浏览器短 他怎么传进呢 他首先会把这个消息丢给附近程 告诉附近程说 某个用户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消息 附近程一看 这个进程 这个用户在这个进程上 然后他再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刚才的左上角 左上角的这一组进程 左上角这一组进程 就把消息丢给游览器就可以了 这就完成了一个消息的推送 就是说你内部系统 要给某个用户推送这条消息 你只需要往左下角的这一组进程 随便发就可以了 十个进程都是可以发的 随便发 几多个完全是为了支持那个高 极高吞吐量 其实一个也可以 然后右下角这里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单进程 没有几多进程 不敢几多进程 因为它是一个写文件的操作 几多个进程 就会存在多个进程写同一个文件 所以这里需要把它集中处理 就是说附近程会产 产生一些 不是附近程 是整个系统会产生一些 有用的日志 这样的日志 记录了用户 此次在线的时长 比如说用户下线之后 会产生一个 此次用户在线五十三秒 这样的日志 这样的日志 需要写的日志文件 首先会把日志汇总给附近程 附近程将这样的日志 在下话可以这个进程去做处理 这个进程在拓册 按签分割 还是怎么分割 把它写到日志文件里面去 这样就保证 多个进程产生的日志 由一个进程去书写 如果让每个进程 自己去书写 全部都乱了 右上角其实是一个单进程 和左下角接收是一样 只不过它多了一些管理员的命名 其实就是一个监控用的 给监控用的一些接口 OK 这个就是整个长连接的架构 其实整个架构算起来 进程总共起来是17个吧 17个左右 下面我要讲一下那个 就是Node.js和我们之前Alang的对比 两边业务逻辑是一样的 首先是连接数的对比 都是一个13万的曲线 走势都是一样的 因为两边的分配过来的用户 请求数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是一个交互验证的过程 就算你的业务实现是OK的 而这边是一个CPU使用率的截图 上面是Node.js 基本上峰值超过了25% 也没超过多少 下面是Alang的 Alang没有超过25% 但是整个曲线还是OK的 不是差的特别远 虽然Node.js在峰值表现上会比Alang多一点点 但是这个也不是太大的差异 第三个是内存开销 内存开销比较有意思啊 内存开销Node.js基本上是Alang的一半 Alang已经占到了3个G 峰值已经到了3G Node.js就到了1.5G 基本上是一半的关系 这个主要是表现于 Node.js它本身针对每一个连接 其实它只需要一个回调的内存空间就够了 但是对Alang来说 它需要一个进程的空间 这个进程是Alang它自身的那种虚拟的进程 它那个进程其实还是需要2K到4K的内存空间 当然Alang这里也有存在优化的空间 如果这里有Alang高速存在的话 它肯定知道如何把整个内存降下来 其实Alang是可以释放掉它的堆内存 是保留回调 这样其实每一个请求可以 每一个连接数可以降低2K左右的数据 基本上可以把内存降到一半左右 其实这些还可以继续针对业务的优化 还有一种变态的优化方法 就是说针对长连接这种特殊业务 如果长连接在没有消息的时候 可以采用直接锻炼不回包的方式 这样可以使用一个Socket 4K的系列缓存区 这样可以把内存 Alang的内存继续降到几百兆左右 这样就可以实现用Alang搭建一台 单台可以长连接可以上50万这样的长连接系统 其实这个优化电动的接受也是有效的 其实具体的优化不是今天分明的重点 只是说一下有这样的实践 有人这样做 而不是说这个图就定死了 Alang就是差 它不一定在内存表现上差 只不过说你要对Alang非常听通 才可以做到非常强的优化 最后我想讲一下就是我们在用log.js当中 针对这个长连接做了哪些优化 或者就是对log.js做了哪些优化 第一个优化就是日志 刚才上一个分享也讲了 他们的日志用那个log.js那个 log.js那个东西 我们没有用那个 我也知道有那个东西在 但是没有用 我们自己采用了一个打日志的方式 就是写了一个模仿 叫log.js 就是专门用来打日志 所有的进程需要打日志 通过它来打 你可以打Bug级别 Info Aerror级别 基本上接口和log.js差不多 但是这里我们做了一些切面的处理 非常有意思 引入了一个日志过滤器这样的概念 日志过滤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所有的日志输出的时候都会经过一次日志过滤器 日志过滤器是一个函数 它会决定你这个日志输出还是不输出 如果决定输出你的日志就会到日志文件里面去 而且它这个决定的过程是由一个文件来定义的 就是这个日志过滤器是由一个文件来定义的一个方式 而且我们这里会对做一个特殊的处理 就是会监听这个文件的改变 如果你把这个文件修改了 它会重载 把这个文件重新读一遍 重新生成日志过滤器 也就是说不用重启服务器 可以让日志过滤器随你的改变而改变 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你可以不用情急去修改这个日志过滤器 打开服务器上的调试日志 而且可以针对某个用户打开日志 这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在线上的服务器它跑得非常快 你如果把所有日志打开 其实也没有价值 那个屏幕刷的花花花 你什么都看不到 但某个用户出问题的时候 我只想看和这个用户相关的日志 我就可以用这支过滤器 拿出这个用户的这支来观察它 现在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快速解决线上的一些问题 下一个优化是防止 那个弄的结实假使 就是说我们采用的方式是 紫禁程向副禁程发信效包 比如说我们我们的策略是每隔五秒 紫禁程必须向副禁程汇报一个空的包 不管你汇报什么 要发一个空的包 就通过那个多禁程的通信就可以 就用那个剩的方法 发一个电量过去就可以了 而副禁程会监控紫禁程 你发过来的包 如果你连续15秒没有给我发包 我就认为你挂掉了 我就把你干掉 然后重新起一个起来代替点 这样可以提高它的稳定性 因为副禁程很难挂掉 副禁程上面基本上没有危险的业务 它很难挂掉 除非有人手工去干掉你的副禁程 其实副禁程挂也没关系 我们是有那个 Ninux本身是有认为的检控 如果你的副禁程挂 它会立马把副禁程再拿起来 这个优化是做了一个C++的扩展 来减少这个业务的链条 在优化之前呢 优化之前就是上面这个图 有三个逻辑的这个图 就是说我们会验登陆态 常链接我要验证你的合法性 你不能随便有人就连上来 坚持我的推充消息 它会把Cookie啊 就是登陆态发送给PVP之后 PVP之后再用新加价扩展 去调用公司统一的PVP 来验这个登陆态是否合法 以前是这样做的 是因为第一个版本是alarm做的 alarm很难去写那个C++扩展 然后就引入了中间sever来做转发 中间sever是有C++扩展的 所以它就达到这样过去 其实中间sever占用了四台 长连接sever一共占用了五台 中间sever就占用了四台 所以这个非常不划算 所以最后优化之后就是说 把那个C++扩展直接放到nodejs这边 来扩展nodejs 最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直接省掉中间的服务器 直接发到PVP 也就是说对nodejs来说 我们写这种C++扩展还是比较容易的 而且它那种异步的方式 高病发的去调用其他系统的接口 只要你不使用那种主色的方式去收包的话 基本上都是ok的 它CPU开刷也没有 也不会有很大的增加 最后一个优化是我们做的那个CPU绑定 上面这个图是没有绑定之前的 也就是说CPU0它经常会 撬到百分之百这样的曲线图 看着很不爽 而且你非常担心它突然挂在那里 所以最后做了优化之后 它的做优化是怎么优化的 就是说我们起了六个长连接进程 把它的业务不要放在CPU0上 放到一二三四五六合上 一和七空下来 为什么要空下来 七要留给 空下来的进程要留给其他的进程 空下来的CPU要留给其他的进程去处理 还有CPU0一般上我们就是 不允许放业务的CPU0上面 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CPU 系统要用它来做一些事情 优化之后 这个CPU0的曲线 基本上就降了百分之十 而这个CPU4的曲线 基本上也稳定下来 它的这种波动也就减少下来 基本上的曲线也变得比较平滑 OK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有问题可以问 能不能回到这个构架 就是进程 就是如果 如果一个worker 有什么东西要写到日子里面 是不是要划给主进程 才划给日子进程 就有两次进程间通讯 这个会是很大的负担吗 首先是 你考虑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进程间不适合做大量的数据交换 这个想法是对的 我们现在是只进程挂掉 不会写任何东西到自己里面去 我们这些进程不会放永久层存储相关的数据 存储是由公司同意解决的 不在这里处理 这里只有内存的一个状态 如果丢了再拉起来也是OK的 就是说不会把一些 关键性的存储放在这些进程 这些进程是和内存打交道 谢谢 谢谢 请问一下在你这个架构中 进程间通信里讲错了 进程间通信使用的就是 Node的那个很简单的那个Send的方法 就是进程那个 给子进入Send 然后RMessage这个方法去接收消息 就是发生到那个方法 知道 还有问题吗 那刚才听你讲就是说 消息一下发那里 你说是如果业务发生消息 要给某个用户发消息 先发到Master Master在华为基金层 对吧 对对对 那就是说Master知道 这个用户在哪个基金层 对 Master是知道用户在哪个基金层 那Master存的用户列表 全部存下来的吗 嗯 不是 用户是分片的 一个服务器叫做Master 就是用户ID或者他有个标识 所以就知道他会装到哪里 对 用户是按 用户我们这里前台是两次划分 不是一次海锡 是两次海锡 第一次海锡是 会定位到这个用户在哪个域名上 前台会有多个域名 第二次海锡会定位它在哪个关口号上 所以是两次海锡 还有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 这个 会有跨服务器的通讯吗 嗯 目前没有 现在是舞台分布室 所以下发消息的地方是做了 第一层简单的海锡 会下发到具体的Server 然后Server之间应该就不会跨了 就不会存在一个用户 给另外一个用户 发消息这种情况吗 因为你这个可能是一个Web IM 我看标题的话 你的意思是说 当两个用户之间 点对点发消息的时候 对吧 对 OK 这个是和你理解可能不一样 这个是单向的一个系统 只是说负责下发 接触消息是这样的 就是整个聊天的过程是这样的 比如说A给B发一个消息 A其实是向逻辑Server 发出一个 逻辑Server 发出一个写操作 逻辑Server 会做很多业务处理 比如说判断权限 判断是否好有关系 判断成功之后 才会掉 才会把这个消息发给长连叠Server 他发给长连叠Server的时候 就是通过 左下角的这个接口发过来的 这个接口是一个内部的接口 用户不可能直接往这里发 是其他的内部Server 往过来丢消息 是这样的 那这个逻辑Server 它处理的压力 是不是有多大呢 逻辑Server是PVP的 传占是统一的 也有手机的 手机客户的发消息 其实也是有的 它是PVPServer 就和这个没有关系了 其实就是普通的外部服务器 CDI 你可以理解人吗 CDI 就是说 如果你能推动腾讯 将FGP宽了 这个可以省多服务 好 你的意思是说 逻辑这个也用Node来写 对吧 但是这个有点不太现实 就是说我们使用Node 不是说为了把什么语言干掉 而是用Node来写 它适合它的东西 如果用Node去把PV干了 也就是说 你要用Node去写业务逻辑 对吧 你要访问存储层 你要访问公司内部的其他的接口 这个就会垫着你的瓶颈 首先你要去开发这些接口 你要去访问存储层的扩展 你要开发扩展 其实你还要用Node这种异步的方式写它同步的逻辑 这个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东西 你就获取一次号有点表不过 还要去便利 再去做存储的一些东西 你是非常痛苦的 这些东西不应该由Node来做 而且还有手机客户端 它是C++写的 你不可能再去用Node把新加价还掉 所以业务就让它做业务 我们NodeJS就来做长文件 其实是一个相互配合的作用 互补 不是说我把你干掉 你把我干掉 最后一个问题 实际上有不好意思 刚刚那位 有点远 你帮我传递一下 谢谢 谢谢 我就问一下你刚刚那个 就是测试那个13万是 就是13万链接数 还是就是13万并发 就是在不停的 就是有业务逻辑 就不停的发消息 这样的操作 还有就是它的 就是你们测试出来的 这个就是大概的响应时间 平均时间是在是在多少 然后就是说它里面你 优化的时候 有没有碰到过什么 比较细的那个坑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这个问题好多 我一个一个回答 第一个问题 我先总结一下你的问题 你是想问那个 13万的链接数是 处理能力 还是说那个长链接持有能力 对不对 处理能力就是 就是说这一秒 有几千个新链接 就比如说13万个 一秒钟有13万个新链接 还是说一秒钟这13万 服务器身上已经连了13万个 是不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它连了13万个 然后这13万个 是在空到那里面 还是就是在不停的发消息之类的 这13万是空的 就是长链接 长链接指的并发数 就是指的是服务器能维持的长链接数 它的并发处理能力 基本上每秒在一千个左右 就是说有消息的连接就连上来的 包括有消息的算了一几 零秒的错语能力在一千 因为聊天并不是一个 每个人每秒都有消息的一种服务 它大部分都是空闲的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 你重复一下第二个问题吧 就是你们猜的那个平均产应时间 大概是多少 平均产应时间是吧 你是指 你是指每个用户的平均 还是说 那你们上线之间 应该会测一下 做一下性能测试吧 对对对 这里我少了一张链接 是因为怕讲那个会延迟时间 就是说我们会做了一个压力测试 这个测试呢 就是说 同一时间给所有用户 给13万个用户 都发一个EK的消息 我看这个EK的消息 在多长时间内会下发完 如果它要下发半个小时 那你这肯定不能接受 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猜下来 基本上是800方向左右 就可以下发完 就是把13万个连接 写到Socket上 但是这个不代表浏览器能接收到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那就是那个 有没有遇到一些小的问题 对吧 其实这个也遇到过一些 像类传泄漏也存在 其实类传泄漏主要是逻辑的 比如说发UT包的时候 开了这个端口 发完之后就没有管了 以为V8会回收到 其实你不关的话 它不会回收 所以有时候类传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类传出现问题呢 我们基本上是通过这个曲线图可以看出来 因为你把今天的曲线图和昨天的曲线图一对比 如果两个曲线图不能重合 也就是说类传升上来没降下去 那就是你业务有泄漏的地方 但是和上一个分享一样 我们还是没有很精确的分析工具去做 到底哪个代码泄漏 只能靠猜 你到底哪里泄漏了 所以 这种事情还是碰到过 好 谢谢 好 我们 好 我们再次感谢王友昆的分享 谢谢